血淋淋的傷口让人不忍直视 台大去年传出有研究团队 也放得白鼻心 遭到游荡犬攻击致死的事件 引发各界哗然 然而这已经不是个案 学校的游荡犬是有变多的情况 那可能会增加到十几二十只 然后在校园里面游荡 也会造成学生就是可能 在校园区行径的时候 造成有一些恐慌或不安 陈群杰对的游荡犬 其实也是同学和附近的 社区居民感到害怕 导致怕狗的同学和社区居民 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避开浪犬聚集的地方 游荡犬只攻击事件频传 不止野保动物 下人里头也经常有学生意外受伤 然而现今还没有相关政策规范 既无法禁止犬只进入校园 面对攻击性较强的犬只 捕捉过程也相当困难 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现况之下 大学端现在没有明确被赋予 主要避免游荡犬猫 及野生动物冲突的责任 也缺乏有力的措施来阻止 游荡犬只进入校园 或者是遏止校园内游荡犬只的增加 动保野保两派僵持不下 所以我们才希望社会各界 不只是动保团体 不只是野保团体 所有民众都应该要来看看 现在的做法 现在政府还有民间 暂时各自的这个争议 是不是已经造成了人犬 还有野生动物非常大的伤害 游荡犬政策检讨不能再等 游荡犬政策检讨不能再等 台大等六大学生团体 提出三点诉求 并呼吁民众避免喂食游荡犬猫 应以领养代替购买 期盼政府与社会大众能够重视 早日订定相关政策 保护流浪犬符址 也保障校园与野保动物的安全 文静卫市梁海瑶 台北采访报导